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大家分享的是 西方有一句愿语叫做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我常常会用这句话来劝告身边那些爱占小便宜的人 告诉他们别总想着占小便宜 无论想要什么都应该付出努力 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 可结果往往以失败而告终 记得还在上学的时候 我们寝室有六个人 其中就有一位极爱占小便宜的人 热水卡自己从来没用过 永远用别人的 交往费的时候就和你玩消失 我们也不好提醒他 后来住的时间久了 我尝试过和他进行沟通 但是根本就不管用 于是我就只能改变策略 减少和他的接触 无视他的存在 在我看来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要太过于精打细算 不要太过于追求名利 有时候傻傻的装装糊涂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会更加的轻松自如 至于那些喜欢占小便宜 为了获得一点盈头小利 就出卖自己的良心的人 你完全可以不必理会 一个人要相信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没有谁能轻轻松松 不劳而获 也许有人投机取小发了财 但欠别人的终究要还 一 想占便宜的人 往往占不到便宜 占便宜 无论哪一种形式 哪一种性质 哪一种目的 都可以一言以蔽之 便宜好占 或者难堪 或者麻烦 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 你开服装店的 给我成本价吧 暑假要到了 反正你放假也没什么事 帮我的孩子步步课吧 所有那么一些人 本着朋友不用白不用 便宜不占白不占的原则 把朋友当成了 可以免费占用的资源 起初他们背后站着 很多朋友 站着站着 还剩三五个 站着站着 还剩下一两个 直到有一天 忽然回首 发现背后早已 空无一人 我见过一对 好朋友的翻脸 事情很简单 李信开了个 服装店铺 因为离朋友很近 每次都会找朋友 来帮忙看店铺 她的朋友 是个全职太太 可能在她眼中 就是每天闲着 什么事也不干的女人 出去玩了 打电话给朋友 去聚餐了 打电话给朋友 看电影了 也打电话给朋友 每次都是一句话 你帮我开一会儿店 就这样 一直到了某一次 朋友终于忍不住了 说你这样 有点影响到 我的正常生活了 我也有很多 自己的事情要做 李信却说 不就是顺便 看个店吗 又不是每天 好朋友之间帮忙 是应该的 朋友终于发火了 其实 我的时间也很宝贵 麻烦下次 来请我看店 付我工资 朋友最后 和李信撕破了脸 好的友情都很贵 不是朋友会做蛋糕 你就可以每天 免费的去吃喝 不是朋友 会画图纸 你就可以理所当然的 认为装修有保障了 不是你朋友 在国外 就应该 为你跑遍整个城市 只收你物品的贴牌架 不是你朋友 开咖啡店 你就可以每天 十二个小时 坐在那里 站着位置 不点一杯咖啡 不是你朋友 没有工作 你就可以指使他 做这做那 友情不是理所当然的索取 而是珍惜珍爱 所有的付出 为对方 该得的一切付费 是你对友情 最好的表示 二 贪小便宜的人 往往在是大亏 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的道理 谁都懂 可很多人就是喜欢 抓住眼睛的小便宜 不撒手 贪婪 常常会挡住视野 使人看不到真正的目标 丢了西瓜 令人惋惜 但始终都不知道 自己丢了西瓜 确实可怜又可怕 一个女孩子刚毕业 就去了法国 开始了半工半读的 留学生活 每天乘坐公共交通 她发现了一个漏洞 售票处是自助的 只需根据目的地 自行买票即可 车站也几乎不设检票口 随机性的抽查都非常少 此后的学生生涯中 逃票成了她的家常便饭 四年过去了 名校的金字招牌 和优秀的学业成绩 让她充满自信 她开始频频地出入 巴黎 明优企的大门 但令她不解的是 这些公司刚开始 都是对她表现出 浓厚的兴趣 最后却都 蜿蜒相聚 在经历又一次的拒绝后 她冲进了那家公司的人力资源部 经理办公室 要说法 经理一场冷静和热情 女士 从工作能力上 你就是我们所要找的人 但是我们查了你的信用记录 发现你有三次乘公交车 逃票被处罚的记录 我想我们查到的有三次 在这期间 你一定有成千上万次的逃票记录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 在这个国家 你几乎不太可能找到 雇佣你的公司 直到此时 她才如梦方形 后悔不已 人在座 听在看 不要心存侥幸 不要傻小聪明 俗话说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爱贪小便宜的人 往往会吃大魁 古语有云 高飞之鸟 亡于贪食 深贪之鱼 死于香尔 人们总是因为贪心 而忽略了背后的陷阱 大多自已聪明 却忘记了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当一个人贪图便宜的时候 就像忘记鱼沟的鱼 只为了利益不顾其他 看似可以吃掉鱼儿 实则自己已踏入 别人的陷阱 得不偿失 若诚信是立身之本 那贪心便是取货之源 贪心之人 迟早会为自己的后悔买单 贪小便宜的人 有时貌似得到了命运的赏赐 其实最后才发现 那不过是一个 圈进你走向更大世界的陷阱 那些爱占小便宜的人 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大亏 他们贪来的便宜 丢掉的是大格局 和未来人生的无限可能 在你我身边都不缺乏爱占小便宜的人 跟这样的人交往 让人感到不痛快 但他们还常常沾沾自喜 殊不知 眼前太容易地得到 换来的必将是未来更多的失去 做人不能太贪心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只想别人对自己慷慨 自己始终一模不拔的人 就算守着眼前的一些好处 最后也会成为孤家寡人 与人交往行尸作风 是一个人的隐形标签 很多当时占的小便宜 有可能成为日后的绊脚石 曾经有人问我 朋友之间不是应该互相帮忙吗 怎么能谈钱呢 于是我送给他一句话 如果你是付出的一方 你是否选择谈钱 是你的权利了 当然你是获取一方 麻烦就不要那么理所当然了 有一次和两个朋友去吃西餐 吃完我就把钱转给他了 第二天朋友又把钱原路转回来 被主说我请你们的 于是我再三让朋友收钱 但是朋友口气真诚 我只好做吧 这件事我一直放在心底 后来圣诞节我买了礼物送他 他勒开了花 别人带我三分 我敬别人三分 他好我也好 我认为越是真心朋友 越是珍惜你的一切 珍惜你的身体 珍惜你的才华 珍惜你的劳动 珍惜你的价值 而那些泛泛之交 他们始终对你保持着观望状态 暧昧着 对待着你的一切 他们愿意和你共享乐 并不愿意与你共欢嫩 所以他们保持着全身而对的准备 也拥有着十颗热情的心态 所以记得 千万别想着占朋友的便宜 便宜占多了 友情就远了 身为朋友 懂得珍惜对方的一切 懂得礼尚往来 懂得主动谈钱 懂得对价交换 生活中爱占便宜的人 心里打的是小算盘 愿意吃亏着 心里却装着大账本 愿意吃亏是一种境界 更是一种睿智 能够透视亏后面的福 史恩泰格尔曾说 你今天受的苦 吃的亏 担的责 扛的罪 忍的痛 到最后都会变成光 照亮你的路 那些看似白占的便宜 其实已经付出了惨重代价 那些看似吃下的大亏 终将以另外一种方式回馈你 愿你我 永远都不会成为那个 爱占小便宜 却从来不知道 吃了多大亏的迷途者 做人不占小便宜 人生更轻松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 每天为你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 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众 感谢您的观众 感谢您的观众